我 有很多特别的外号 一个小松鼠 我在我们银河系乐团里面 我的动物的位置是小松鼠 我的动物的位置是小松鼠 然后我还想小老虎 因为我拉低音踢琴 然后我们乐队的主唱人叫五星 他说我拉琴的时候想耗 就是有个电眼 然后就有一个小老鼠那煮饭 拿个特别大的勺子 他说我拉琴特别像耗子煮汤 那个老鼠他做饭的时候 他那个勺汤手不是很大吗 那个煮汤的时候他就拿那个大勺子 然后他拉起来的时候也是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猫头鹰 因为创造营里面的一个梗 就是吴玉恒 那天见了个猫头鹰 然后说我长得像猫头鹰 然后那个猫头鹰 好像在异词园里面戏粉就还蛮多的 就是每次出现大家说这是傅思超 就是我养的一只宠物 我叫傅思超 对然后所以我还是猫头鹰 哇蛮多的 创造营所有选手 但没人支持所有选手 都蛮多 真有趣 真爱玩吧 就是他在我心里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存在 在我不开心的这里 逗我笑那种 然后透露傅思超 我喜欢你们小朋友们一起说 那动员队啊 咱们得调调牌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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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我最多的还是挺开心的 每天一天到晚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就是 就是烦心的事 咱也不往心里搁 烦心的事 别往心里搁 有的烦心事吧 然后过了时间一个有的棒子 就是傻乎乎的 傻乐傻乐的 嘿嘿嘿嘿嘿嘿 认识吗 嗯 问垃圾鸡蛙 问垃圾鸡蛙 嗯 有可能 就是我近期确实准备了一个小Vlog计划 而且 而且我想就是可能会设计一些游戏环节 然后到时候可能会邀请一些朋友来一起玩 所以这确实是有可能实现 有一个滑蛋吐司 具好吃 然后我很喜欢咖喱 然后 卤肉饭 面条面类的话 就牛肉面类吧 不爱吃太多 红烧排骨吧 红烧肉 哎呀我 好爱吃太多了 冰淇淋 再给冰淇淋 嗯 现在吴雨恒在上海 然后 海关 应该刚回北京吧 特团 然后我现在也在苏州嘛 而且 可能这两天还回不了北京 就是我们反正 但是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可能会去上海找吴雨恒 就是我们会 不一定是四个人能聚在一起 但是我们也会经常见面 经常去 然后如果回北京大家都在北京都有时间的话 我们觉得可能会在吴雨恒家再聚一聚 粉丝的话那应该是 我本来想问就是你觉得我的心歌好听吗 但我觉得我的粉丝应该都会觉得好听 哎这样这样这样我想好了就是 你现在相信我有1米8了吗 我1米8 你有1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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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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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头发加上有 哈哈哈 说我真的1米8 哈哈哈 看着说谢谢 然后谢谢一路以来一直的支持 就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是算 这一年吧 然后经历了不少吗 然后他们真的从头陪我一直走到现在 我觉得蛮辛苦蛮不容易的 有的时候我也知道他们会很辛苦很累 但是就是看在眼里心疼在心里 这种感觉就非常感谢他们 因为就是没有他们吃的话 我可能根本走不到现在嘛 谢谢